把这个记住 这个也能让你一战成名 小孩和小孩发高烧急性肺炎 小孩发高烧是不是特别麻烦 然后还容易反复 对不对 大白刺血治疗小孩发高烧 最快的十分钟 最慢的半个小时 退烧 而且不反复 这个有没有用过的 来分享一下 那这个小孩发高烧的肺炎 可是好几天了 感觉到他的用那个发烧 退烧的天赋的都不行 不然扎那个大白 大白是血麻里加罐 一下就好多了 再没有 还有黄苔的都可以 你退烧他是多少人退的烧 不到十五分钟吧 一个三四半的 三四半的小孩子发高烧 然后咳嗽 通过这个大白刺血 刺得比较深一点 然后挤出来血以后呢 再通过什么呀 后备的刮痧 用刮痧把清新的 把后备全部给它刮痧去 马上就好了 可能大概烧退的话 可能就几分钟嘛 当时看了情况 这几分钟 然后在我那个店里 待了有将近半天的时间 没有犯过 第二次 然后我又去跟踪他 去到家里又看一下 也一直没有犯 效果特别好 而且最早的时候啊 就是2000年那会儿 我猜那会儿在那个狼岸山嘛 狼岸山开真实班的时候 然后我们跟实班里有一个女同学 五十多岁 在镇上的卫生院工作 干了一辈子默默无闻 然后呢 学完跟实班回去之后 过了有三个多月 反正就过了一段时间吧 然后给我打电话 然后给我说 老师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我们镇上的名医 他说哪行啊 你这么厉害吧 我说这学完跟实班回去就成名医了 他说不是 我就用了一招 我就成名医了 他说以前 他们小孩发烧啊什么 都是拿药打盆书业 就这一套吧 对吧 然后学完了之后 他说我就想试试这大白刺血 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 结果呢 小孩发高烧 三十九度多 到那刺血了血 十来分钟就可以烧了 然后这家长回去 一直没反过 这家长回去 就跟他们村里边先开了 他说从那之后 只要小孩有啥问题 就觉得他是神医 好多 他说每天早上 好多家长抱着孩子在院里 他说我干了一辈子 我都没干明白 学了个大白刺血 成神医了 点刺 对 一般小孩发高烧的 大白刺会有青筋 你就找到那个青筋 捏起来 就给小孩刺血 一定要快 捏准了 拿 给小孩刺血 就用家里的采血 人就这样捏起来 对着青筋 哗给自己一下 然后几点血出来 就可以了 特别快就吸收了 这个大家记住吧 啊 啊